我回答一个问题,有人问那些没有听过福音和腰折的人 那些在腹中腰折的人,他们会否有机会去到天堂 这个问题我能够回答按照圣经说,我们不知道 因为圣经说是唯有耶稣,除他以外并没有拯救 一定是透过耶稣的,但这些人有没有神给他们的机会或方法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圣经没有说到有这样的机会 不过有些人有些经历,这些经历是否可以作为信仰的基础 我觉得可以作为参考,不可以作为信仰 有些什么经历呢?有些人死了,通常是听过福音那些 但没有听过,会否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也不知道 他听过福音,然后他发觉去地狱 然后他又想起耶稣,他又呼叫耶稣 然后就有道光来,或者耶稣把祂称出来 那就不死了,这是有些人的经历 这个经历可不可以作为信仰呢?不可以 只能作为参考 即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到底有些人会不会在那个时候 神会跟他们沟通呢? 他们在那个时候悔改信靠耶稣行不行呢? 我能够回答就是不知道 圣经是有说到 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 就是圣经是有说到死后且有审判 但在这个流离的时候,会不会有些时候 他们见到耶稣而悔改信主呢?不知道 我只能够说不知道 因为圣经没有说的话 我们不需要去给一个肯定的答案 但我们可以有一些参考 的确是现在有些人 例如有一个叫Howard Storm Howard Storm 以前是大学教授来的 他小时候听过福音 然后他死了 他就去邪灵一路拔他 然后他想起他以前听过福音 然后他就呼叫耶稣 然后他就有一个光 将他唱出来 这是其他例子 这只是作为参考 至于婴孩 圣经又没有说到 是不是? 有些人就说 基督徒的婴孩自动得救 是不是肯定? 又不肯定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我们不能肯定 因为圣经没有说到 基督徒的子女 他们在神的药里 他们在神的药里 他们的子女都可以在神的恩典里 不知道 但我们又可以有些参考 这些参考不能够作为 一个肯定的答案 比如我们也听过那个故事 有个小孩子 死了 到了天台 看到他姐姐 有个女孩 跟他说 他说我是你姐姐 我在妈妈的腹中死了 他又去到 这个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不知道 这个只能够说 我们不知道 不过有可能 所以我们又不会说 绝对说他们一定去了地獄 但是很多时候 人们问这个问题 基本上是问这个 公不公平 就是说 为什么他没有机会 而他地獄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人是没有办法 能够有一个很满意 完全满意的答案 我们能够有的答案 根据圣经说 神是爱世人 神很想每人都得救 神会很想给他们机会 但是呢 神限于他的圣结 他一定要是透过耶稣的救赎 才可以叫人得救 但是耶稣的救赎 有没有方法 是在 人在那个 未死的时候 在流离的时候 神的灵在他心里动工 以至他在那时候悔改 信靠耶稣 行不行呢 我只能够说我不知道 就是可以作为参考 或者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有些人就说 神不公平 这就变成我们判断了神 其实我们无权去判断神 因为神是充满慈爱 充满恩典 他经常都是救人 所以我们不能够 这件事就说了 神是不公平 或者神给了机会某些人 或者说 神有他的方法 就是到审会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说他不公平 而另一点我回答就是 神没有欠我们要救我们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他救我们是因恋 不是欠我们 因为人的确是有罪 或者是罪性 他不是刻意犯罪 但他也有罪性 按照罪性 是应该受审判的 但是呢 这件事是我们 那些婴孩是什么情况 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 因为这样而质疑神的公平 因为神自然有他的方法 神也不欠我们 就算那些人不得救 我们也不能够说 神不公平 因为神的确是用尽 他一切的方法去救我们 而神有没有其他方法去救他们 圣经没有说 不过有可能是他们可以得救 不过我们不能够将这个看为一个信仰 好了 另外有一个看法 就是有些人根据启示录二十章 就觉得呢 就是在启示录二十章所说到的一千年 就觉得是耶稣回来之后的一千年 而这一千年呢 就所有人有机会再一次去生活在地上 看他信不信神 这一千年呢 就是灾难前被提 灾难前被提 因为灾难后 因为在耶稣回来的时候才被提 我曾经以前说过 圣经说到被提 很清楚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就不是回来之前的 那些基督徒被提 好了 那是不是耶稣回来之后 又会 这个一千年 就是在启示录二十章那一千年 到底是不是 耶稣回来之后又一千年 那些人又再有机会再生活 然后呢 魔鬼又再释放出来 然后呢 就引起很多人去背叛 那些人背叛 他们就不得够了 那些不背叛 信靠神那些就得够了 是不是有这个 第二个机会 这个是 有个经文呢 是没有清楚说到的 而对于千年呢 我的看法 我 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 是由经文去看的 其实我也研究 启示录看过很多次 那我就发觉呢 启示录其实讲关于末日 是讲了七次的 其中第一次讲呢 就是第六印 就讲到呢 天地就卷起 好像书卷卷起的 又有讲到呢 在第七号的时候呢 就所有人呢 受审判的 就是 神的仆人 受审 就得到上次的时候 和这个世界上的人呢 就是不信的人被审判 就是说呢 讲到被审判 其实在启示录 是重复讲了很多次的 他讲的时候 不只是说将来 是直接说当时发生 就是说 启示录 到底是否一个 顺次序的一卷书呢 就是由 第四章开始 一直顺次序 时间下来呢 其实这件事是不能够 这是很重要的 研究启示录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呢 如果他顺时间次序 这样的时候呢 那些事情发生 继续继续 你可以排次序 但是 你发觉 他一早已经说了 审判 就是 全世界的人审判 其中 一早已经说了 那些人呢 就叫大山倒在他身上 叫他 逃避这个 神的愤怒的面孔 神的愤怒的大日 就是说 在这个神的愤怒的大日 要逃避神 这是 审判的时候 就是说 全世界的人都会面对的 所以 根据 第一 这个事情 就是重复说七次 那些经节 我可以将来给大家的 我们简单看一看 《啟示录》 《二十章一节》 就有说到 就 开了这个 摩底哈 首先 捉了他一千年 捉了撒旦 摩底哈一千年 然后呢 在一千年 完了的时候 在第七节 撒旦必从监牢 被释放出来 就迷惑地上 四方的列国 但这件事情 其实呢 在 《啟示录》之前 已经说了 《啟示录》第九章 就已经说了 开了 有《啟示录》的药士 赐给 一个天使 然后呢 是一个星 落到地上 《啟示录》的药士 赐给一个星 开了时候 就释放很多蝗虫 出来 然后呢 蝗虫的 王呢 叫做什么呢 第十一节 那里就说 阿巴顿和阿波伦 这个字呢 其实是毁灭者的意思 就是这个 他们的领袖就是毁灭者 所以呢 《啟示录》第九章 所说的 是说到 把撒但释放出来 现在二十章又说到释放 然后呢 二十章就说到争战 全世界的人一起争战 但之前呢 又说到列国一起争战 是重复说到的 这些呢 其实呢 我们发觉呢 在《啟示录》二十章 所说的事呢 并不是 即是 不只是到那时候才说的 在 他要击杀列国 如果击杀列国 那为何二十章 又会走回人出来呢 为何人又走回出来 又会反叛呢 即是 你用整本圣经所说呢 耶稣华他回来的时候呢 就要把那些墨子 和笔子分开 就要把好的和坏的分开 就是耶稣 你看耶稣那些 说的呢 就是一次过而已 没有机会的了 所以呢 由《啟示录》二十章 讲到 再有一次机会 好像每个人又回生 跟着呢 就有机会 这个是 其他经文没有支持 那它是有一些 就是不清晰的一点 而它加一些理论 就是它自己加一些理论 所以 就是 我们不可以 加一些理论来圣经 而将它捍为教义 这个才是危险 就是 你说 有没有可能是怎样呢 我们不知道 譬如说到被提 圣经是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到底被提之前 基督徒有 神有方法保护呢 神可以有 不过圣经也有说到 很多基督徒被杀的 但是有没有 神保护呢 神可以 不过圣经没有说到 是怎样保护 不知道 所以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去说 这个保护一定是被提 就是 就是说 总之 圣经没有说 我们不可以代替神去说 总之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尽量传呼音 而至于公不公平 到审判的时候 就自然会显露出来 因为 神是不可以不义的 因为神如果不义 审判的时候 他就显为他自己也有不义 神不可以不义的 所以这个 我们相信神是圆圆充满爱 和充满圣业公义的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担心怀疑 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是我们尽量传呼音 也都是 譬如有人想堕胎 我们尽量是劝他不要堕胎 就是我们不要说 譬如有些人说 那些死的那些自动去了天堂 有他堕胎 那我们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 我们希望 任何人都不要堕胎 而那个婴是有机会去传呼音 我简单答复就是说 第二次机会圣经是没有支持 好了 那 至于说 哇 世界上这么多人都没有机会 譬如中国人很久之前 那些人都不认识耶稣 但其实中国人的祖先是认识耶稣的 因为圣经说到 罗亚出方舟 三个儿子 全世界都在那里出 所以 中国人的祖先都是在那里出来的 所以中云祖先都知道 归神 而圣经是有说了 我对不起 我应该说 中云的古代记录都有记录一些 和圣经说的东西 是有类似的 就证明它是由圣经而出的 那 那是什么呢 例如呢 就是 呂窩士用泥做人 圣经说的是 用泥做人 呂窩士炼石保清天 用五色石保清天 就像圣经所说的彩虹 这些都是圣经 中国人古代类似圣经的记载 而全世界有几百处文化都有记载 就是创世纪所说的事 就是一部分 证明它是从那里出来的 又将那些消息带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其实 所有人的祖先都认识神 不认识神 以至他们的后代有很多年都得不到神的恩典 那这不是神的过错 而是人的过错 那就算今天都一样同样的事情发生 譬如 有些父母禁止他的子女信人 禁止的时候 他影响了他的子女 这是今天都会发生的事 不只是以前的 当然在这个时代 我们感谢神 神的信息 已经全世界都有 因为子女 就算他小时候 不让他回教堂 他大了 他有机会去解释 但这个的确在家庭 或者在国家 有些国家没有自由的时候 是影响的 但是呢 其实就是说 中云和所有民族的祖先都认识神 不过他们失了这个机会 这是人的过错不起 不是神的过错 神用不尽一切方法 不过人因为有罪 所以始终很多人会失去 也有些人很可惜 他们会控制某些人 令到他们没有机会 这个的确是有发生的事 我们祈祷求神 把这个恩典带给更多人 但这些人有没有神的方法呢 例如其中一个事情发生 就是在中东有很多发生 就是有很多不是信耶稣的人 他们求神 他说 是不是有一个创造天地的神呢 求你指示我 那些人居然在梦中 或者在异象中见到耶稣 我自己都亲自见过一个这样的人 也有人告诉我 他说 现在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些都是神用的方法 至于有些人 我不知道神有没有用这样的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 这个只是 凭某些人的经历 作为参考 有可能神用这个方法 但是我们深信神是有恩典 和神很想救他们的 作词之宝